关闭疫情对本地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 整体劳动力入息中位数有所下降 收入在最低20%的全职员工 实际工资的减幅最大 反映疫情对低收入人士的冲击较大 不过随着经济分阶段重启 我国第三季居民就业人数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记者李延山报道 人力部最新预估数据显示 全职工作的居民月薪中位数同比减少0.3%到4534元 不包括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援助 收入最低20%位员工 实际工资则萎缩4.5%到2340元 这是因为受冠病打击的行业聘用更多低收入员工 包括像得势司机和小贩等自雇人士 收入比较低的就业人士 他们受到的打击比较大 但是我们可以说预先做了一些准备 比如说我们的就业入息补贴 今年发的对低收入工友 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额外3000块钱的特别支出 失业率方面 经季节因素调整 非专业人士 经理 执行员和技师 也就是非PMET的居民失业率同比增加1.7个百分点 比PMET的0.6个百分点来得高 25岁到64岁的居民 就业率则保持在80.3%和过去五年相近 我国今年10月的整体和公民失业率相比9月份维持不变 居民失业率微增0.1个百分点 比前两个月的0.4个百分点增幅显著减少 分析师也认为 就业市场萎缩已经见底 接下来几个季度将看到市场以缓慢的步伐恢复 接下来几个季度